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 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224集 黄欢推开破庙的大门 一阵呛人的灰尘迎面吹来 呛得我咳嗽的不行 黄欢说 二十几年没人来了 灰尘是重了些 黄欢说手电光太冲 不宜在这使用 就点了一根蜡烛给我们照明 微弱的烛光将黑暗撕开一道口子 我就看到古庙里供奉的菩萨 面目猙獰的坐在神龛上 模样相当吓人 佛像头 脸 身上也全都是灰尘 看起来肮脏不堪 陈就异常 已经全没了神佛应有的气势 依仗 我心想 怪我的这鬼村 群鬼作恶 都没人来管管 古庙神像败落到这种帝国 别说这恶鬼 怕是自身都难保 黄欢在古庙后的一个角落 搭扫干净 清除许多的灰尘 又铺上棉絮 整理得干干净净 然后在棉絮旁边 点了一盏火红的灯笼 他告诉我 必须在灯笼里的蜡烛灭之前完事 否则要出大问题 我记在心里 将小文放在被褥上 抬眼扫了一眼 庙内环布的各色奇形怪状的活像 像置身地狱 从心底迸发出恐惧 像是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 黑暗中又似乎潜藏着什么东西 正窥探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望着这陌生的一切 我却有种故地重游的错觉 觉得这陌生的佛像 我好像看过许多年似的 我发现自己这一奇怪的感觉的时候 自己都被吓坏了 可这种感觉无比真实 就像昨天我还来过这一样 黄欢告诉我 寺庙在泰国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村民在寺庙里甚至不能有任何猥亵的动作 他这些年在泰国生活 思想已经完全同化了 许多禁忌都记在心里 不敢冒败 但现在救人要紧 除了这个法子也没别的办法了 只好冒一回险 如果我们被别的村民发现在寺庙里做这种事 就算小文退了英功 我们也难逃村民们的追究 愤怒的村民会把我们活活打死 黄欢看了看时辰就出了门 古庙外面传来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 我听到黄欢在喃喃念诵着寺庙的经文 他声音柔软 我不知道经文的内容 却听得相当平静 心里所有的不安和压力都缓解了下去 我点燃了红灯笼里的蜡烛 蜡烛的红光照亮了小文娇俏的脸庞 他苍白的脸上似乎腾起了一抹红韵 我抬眼望着他 他目光里全是柔情 正呆呆地看着我 我抱起小文 他将双手勾住我的脖子 在我唇上深深一吻 我顿时沉迷在他温柔的眼神里 一一将他衣服解开 小文完美的身体便呈现在我眼前 说实话 在当时的我眼里 这是人世间最美丽的铜体 几乎没有任何瑕疵 我笨手笨脚的就要行动 冷不防听到黑暗中有人粗重的呼吸声 我顿时就僵住了 陈生问道 是谁 进门的时候 我还特意观察过古庙 庙里的确是空荡荡的 黄欢还守在门口 那一声声沉重的敲门声极有规律 黄欢送经的声音让我相信 门外非常安全 可这沉重的喘息声又是从哪来的呢 我拿衣服盖在小文的身上 便举着蜡烛 提着风水螺盘 在破庙里又找了一圈 把每个鸡脚嘎栏都看遍了 却就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破庙里各个角落都是浓重的灰尘 没有外人来过的痕迹 我又想 这破庙位于鬼村的村前 是不吉利的底线 二十多年都没人来过 也不会凑巧在这个时候有人来 这呼吸声 难道是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我的天眼却又看不出什么异样 我回到铺盖间 就看到红灯笼发出的光芒 将那一方地方照得红红的 幽暗神秘 仿佛一个独特诡异的世界 我朝小文走过去 绕过菩萨的时候 小文的模样已经出现在我视野里了 我加快步伐 突然 抬眼看到铺盖上躺的小文 穿了一身血红色的大袍子 我顿时就蒙了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 是红灯笼发出的光芒所致 我便揉揉眼睛 定睛看去 却发现床铺上的小文身上真的裹了件红袍子 那颜色跟鲜血一样 无比的刺眼 我心里一沉 心脏几乎又爆出了胸腔 这一幕 我无比的熟悉 真就跟我在张家别墅的吃稳不火风水局里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 我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这座破庙里 又莫名其妙的跟一身血袍的女子缠绵 我当时根本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过分 见了铺盖上的红袍小文 我犹如醍醐灌顶 顿时全都明白了 原来冥冥之中早有注定 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都不是由我自己做主的 我似乎明白了 我爸一再劝我远离寒风古寺 从此放弃风水奇术 做一个本分的好学生的初衷了 他一定是知道些什么 只是迫于某种原因不肯告诉我 我的命运是自己做不了主的 我不过是被人设定好的一枚棋子而已 我走到小文的面前 掀开他身上的袍子 小文雪白美艳的身体出现在我面前 他抬眼瞟了我一眼 眼里全是赤裂的火焰 我轻轻地抱起他 发现他红唇如血 眼珠子里闪烁着勾魂射破的光 他像蛇一样滑进我怀里 红唇轻柔地在我身上滑过 轻得像一缕尘风 我全身的少年激情都被他这一吻给点燃了 紧紧抱住他 任由他像剥壳蛋一样将我恢复到原始状态 这时那若有若无 却有无比真实的喘息声又响了起来 就像黑暗中有个偷窥的人 正激情满满地看着我们所做的一切 那喘息声是他压抑的欲望 我一边任由小文与我亲吻 脑子里电闪火石一般 想起我在张家别墅的那个晚上 我亲眼看见自己在破庙里的奇怪举动 少年无比磅礴的激情 在某个瞬间被破庙里缠绵在一起的男女 给生生点燃了 我心里一片沉默 原来那个窥探我们的人不是别人 而正是我自己 我在某个时空里 看着另一个时空的自己 发出了炙烈的喘息声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风水鬼师》 作者冷残河 波音丸子 当小文发出第一声尖叫的时候 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悲悯 难过的泪如雨下 原来如此 原来我的命运早就是注定的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不过是在走别人设定好的轨道 我终于明白张磊磊抛弃我的原因 原来我并不是无辜的 她有一双慧眼早就看出我会有这一天 所以弃我而去 只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 生不如死 却浑然不知 我们完事后 小文软绵绵地靠在我怀里 轻声道 后悔了 小文披上红袍 这时 窗前的红灯笼 无声无息地灭了 外面黄黄送经的声音 也戛然而止 我穿上衣服 背起小文 出了破庙 黄黄雾字举着蜡烛 她见我们出来 很是高兴 说道 过程中 没出问题 这事就成了 小文呢 算是救过来了 我点点头 黄黄抬眼望了望我背上的小文 突然吓得倒退几步 瞠目结舌道 她 她 她怎么成了这样 我知道 她看出小文的怪眼 便道 你知道些什么吗 黄黄难难道 难道 传说是真的 太可怕了 怎么会这样 我听黄黄话里有话 便问道 有什么话 你直接说 是不是她的变化 跟着破庙有关系 黄黄说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回去 我背着小文 跌跌撞撞的回家 回到黄欢的木屋里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了 我把小文放到床上 我把小文放到床上 发现她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嘴唇却红得跟滴血似的 脸上有股清白的颜色 非常诡异 我心里一沉 看向黄欢 黄欢冲我使了个眼色 我俩出了房间 小文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我俩走到月亮地里 我问黄欢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黄欢说 你知道鬼村是怎么来的吗 我摇了摇头 木子以前跟我提过村子的人 全死光了 不过语焉不详 所以我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只能猜测 跟韩风古寺的地宫有着关系 黄欢说 听说几十年前 鬼村有个中国来的风水大师 当时曼谷的一些达光贵人 还常来村子请教大师 附近村子传得沸沸扬扬 据说村子出事 就是因为这位风水大师 去了一趟中国 从中国带回了件什么东西 那东西就是这样坏了事 那段时间 天天晚上村子里死人 有人说半夜在村子里 古庙里 见过红袍女人的 都活不过三天 事实上 这些见过红袍女人的 的确是一个个都死去了 我听得瞠目结舌 嘴巴都要掉下来 追问黄欢说 按你的说法 那可怕的红袍女人 就跟现在的小文一样 黄欢瞟了一眼 小文房间 说道 村里人描述的红袍女人 真就跟小文的模样 很像 所以 我彻底蒙了 脑子里 江湖一样乱糟糟的 只觉得自己的脑子 真不够用了 二十多年前 阿唐在破庙里 见过的红袍女人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 神秘的意思 黄欢叹息道 我不知道小文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只希望他不要 给我们带来灾祸 鬼村的灾难 已经让我们 承受不住了 我心如刀割 坐在木屋的门槛上 遥望着天边 渐渐稀薄的黑暗 心里有一种 无法抑制的悲痛 当年 我跟张蕾蕾 如交似漆的时候 一场变故 让我们变成了 陌路之人 现在 我终于放下了张蕾蕾 跟小文 发展到这一步 她又落到这种地步 难道我真的命里绝情 要孤独终老不成 我心里一阵脚痛 夜风吹在我身上 将我一脸的泪水 风干成河 像打上了标记 黄欢劝我说 也许情况 没我们想的那么糟 你大病才育 又消耗了那么多体力 还是要早点休息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我答应着 又坐了一会儿 才回去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 黄欢就冲进我房间里 大叫道 小文不见了 彼时我还在做梦 梦里全是我爷爷 带我四处破局正轨 日子过得虽然凶险 可有我爷爷这座 大靠山在那儿 我一点都不害怕 就在紧要关头 我却被黄欢吵醒了 我一屁股坐起来 眼睛还没睁开 心倒是先清醒了 我追问道 怎么回事 她去哪了 我揉开眼睛冲出房间 见小文房里空荡荡的 被子还是乱糟糟的 显得小文起床起得匆忙 根本没整理房间 以我对小文的了解 这个特别内秀的女孩 到哪里都非常注意 断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问黄欢说 是不是却洗漱了 黄欢否定的 我把房子里里里外外都找遍了 都没看到她的踪影 我早上起床 就看到她房门大开着 当时就觉得奇怪 这一找就更怪了 这里她人生地不熟的 又能去哪呢 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去简单洗漱一番 就跟黄欢商量 我们在村子里分开找 小文对村子不熟悉 应该不会走远 再说黄欢对村子非常熟悉 一打听就能打听到了 我这样安慰自己 我像眉头苍蝇一样 在村子里乱找 可惜语言不通 不能问村民 找了大半个村子 都没找到小文的影子 我回到黄欢家里的时候 黄欢正一脸愁容 她一见我就很夸张地大叫 说道 不好了 不好了 村子里出大事了 我一呆 黄欢抓着我 把她打听到的消息告诉我 原来 昨晚村里死了两个人 她去看过尸体 尸体好端端的 变得通体暗黑 面容枯高 半夜睡在床上就断了气 非常诡异 两具尸体的死法都是一模一样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一见这尸体给吓得够呛 据说这两具尸体跟二十多年前鬼村的死人如出一辙 都是一个死人如出一辙 村子里已经乱成了一团 大家说当年的红袍子女鬼又回来了 正聚众打算去请大师上鬼村正鬼呢 红袍子女鬼 黄昏脸色惨白道 我怀疑是小文 我断然否决道 不可能 小文这回才是第一次来泰国 二十多年前 她又怎么能来害鬼村一村的人 黄昏双手合十念佛 叹气道 只有天知道了 我们都以为那场灾难已经过去了 没想到 他们消灭了鬼村 又来找我们了 早上黄昏草草给我做了顿饭 我们吃了后就跟着村民一起出发 去附近一座大寺庙 请一位叫黑龙王的大师出马去鬼村 那大师长得干干瘦瘦 大夫黑矿眼睛 听村民们说了情况 便手持念珠 跟大伙一起先回村查看尸体 这才过了没多久 我们再看尸体 发现那尸体已经整个塌了下去 皮肉像软塌了似的 非常诡异 尸体已经没有人形了 黑龙王叹气道 这是活人被吸干了血气 没了血气支撑 尸体腐烂得非常快 全场一片哗然 黑龙王带着我们长途跋涉 到了鬼村 这白天的鬼村一片荒芜 整片的木屋 掩映在荒草中间 茅草已经长到一人多高 木屋更是朽烂不堪 已经很多年没人来过了 有村民说 他们已经找遍全村 不见红袍子女鬼的踪迹 他应该是半夜出来的 现在恐怕已经回到鬼村了 村民们坚信 红袍女鬼就是从鬼村 跑出来的 各位听友 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